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你这么小呢 因为就是人生下来的话 脑袋里面有那个增长激素 正常人是出生之后就会有 然后我出生几乎是没有的 然后医学上面说是40万人之中 好像有一个是我这样的 你除了矮没有别的 没有 都一样 就是矮 对 可能还比我们这还聪明一点 没有 你有多高 我1米1 爸爸好高 爸爸有多高 我将近1米8 1米8 对 你呢 我1米45 这臭小子会欺负你吗 不会 可能老听话了都 是吧 对 行行行 还不错 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 我们先聊一下 你看这坐下来了 我们距离就更近了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会长高了 二年级的时候吧 上二年级的时候 本来是二年级上完了 该升三年级了 老实说让我在复读一年 说个子没有那么高 我待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想让我好好学习 妈妈一句话都没说 你看见她不远千里 从郑州来找你们俩 你内心应该是很煎熬的 当时她不读书了 但是我心里面是很难受 我一直想让她赌下去的 她不赌了 实在不想赌了 我们没办法尊重她的意见 那干什么呢 然后再带她过来 她爸爸都赐功了 带她去在外面做生意 你带她做生意 对 因为后来她是到了福建之后 她就一天到晚宅在房子里面 她就是出去玩也不去 比较自卑 也比较内向 她现在挺开朗的嘛 现在挺开朗的 怎么转变的 爸爸妈妈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她不上班了 就带我一起去摆地摊 你卖还是她卖 我爸爸 她卖 你干嘛呢 她就让我看着 你看着 对 你不是一直很自卑吗 那你一直看着人来人往 抛头露面 你心里不更难受吗 难受啊 然后也会生气 回家也会哭啊 我说为什么 我带着家里好好的 为什么让我出去啊 然后见这么多人啊 那个做生意室 然后卖那小饰品 做那小手工 后来我爸说 你试一下这个怎么样啊 也挺好玩的 几天了 然后我就做 做用给客人 客人很开心 那个小凳子 坐在上面很开心的那种 然后说 小女孩失灵手巧的这样 我又感觉好像 她不是说是内心的歧视 然后说很尊重的那种嘛 就感觉心里面 找到一点安慰 是这样 有了一种存在感 嗯 对 好 感谢观看